南區老牌公屋華富村將會進行重建 預料首期搬遷房屋將會在2027至2028年落成 名外香港仔社區中心就在華富村內 設置華富生活館並且在星期六正式開幕 當中擺放了不少街坊珍藏 例如在酸盤、膠水壺以及茶壺等等 俗稱大哥大的舊式手提電話 一些以前居民的生活用品 甚至有日前已經遇過會殺效的 華富村補血小學成績表 吸引不少居民入內參觀 中心更為華富村重建 向居民調查對未來規劃的想法 當中頭10個居民最關注的事項 第一位就是交通便利四通八達 其次是防止松鼠、好衛生 第三是街市買菜有選擇 當中一些比較有趣的 包括銀行分行有職員 以及24小時便利店 都是一些離不開日常生活的事情 不然能力是公開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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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麼多人 能力是公開的 但是沒有想法 就算不少 那麼多人 它是公開的 不然能力是公開的